那梦幻是因菩萨 把幸福来挥洒 远方星空新鲜光 是最重要的 她说我女儿终于找到 然后呢 我女儿都是八六里的虎 什么毛病 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是吧 好的 几几年呢 八六年的虎 八六年的是吧 哇好多年了 已经有十年了 看见吗 但是你女儿这个精神分裂症 不是一直疯疯癫癫癫的 时好时坏 听得懂吗 我现在告诉你好吗 有一个领过她的长辈 你们家过世的 你可能对她不大好 现在在你女儿身上 是一个女的 你能不能帮她 年轻啊 你的婆婆还在不在啊 我婆婆在 在是吧 那么有没有一个老太太啊 领过你女儿的过世的啊 嗯 没有 就是我妈妈小时候她大我女儿的 那不就是 妈妈不就是外婆呀 嗯 对不对啊 对 那你妈我问你 她有没有一个阿姨带过她呀 没有 小时候 小时候就是她姑姑带的 啊姑姑姑姑姑还活着吗 活着的 那么她们 那么她的就是她的外婆还活着吗 外婆已经死了 好嘞 有绕来绕去讲了半天 不知道怎么想的真的 死了吗就是外婆在她身上呀 你不要去跟她讲 台长跟你们说 你们不要跟灵性讲话 因为有时候 你现在我比方说 我现在教你 你们不要学啊 就我比方啊 比方说她现在我跟她讲 你只要回到家 女儿啊 你去看见这个女儿神经病 你跟她说 你跟她说 外婆啊 就是妈妈 你不要在她身上了 啊 我现在听话了 我怎么样怎么样 妈妈你怎么样 你看你女儿接下来讲什么话 你听得懂吗 但是你不要去这么讲 因为你一讲 你都等于跟灵性通上话了 他万一上你身 你又变神经病了 听得懂吗 那我要怎么办呢 你要怎么办 凉拌 很简单 你怎么没好好学啊 念佛嘛 念佛自然解决问题啊 对不对啊 好好的念心经大悲咒 小房子都很好的 那我已经开始念了 我早期的天天给她做功课 天天做功课 给她做吧 天天给她做 有没有好转一点吧 他就是有时候发功 现在是不是比过去发病的概率 是不是低一点 对对 对那么好了 零了 效果出来了 那她要念这张小房子 有的念了 像这种精神病要念走 要一千多张 好吧 有一个好的是一千六百张 你算一算多少张好 好吧 你说你女儿有救了吗 就是有救了 好了 下去下去下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